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過去這一個禮拜我都在外地處理一些個人事務 所以說做視頻的頻率就比較低了一點 但是在這一個星期當中 中共官員、中共當局可沒有閒著做了好多事情 有的是下牛的、有的是無恥的 有的是荒唐的、還有的是邪惡的事情 那今天我就挑出個三事件來給大家評點一下 就先從下牛的說起 成都醫科大學下面有一個附屬醫院 醫院裡面有一個年輕的小護士叫小莉 剛剛參加工作不到一個月就被炒魷魚了 為什麼被炒呢?因為她有一個頂頭上司 一個姓詹的主任約她吃飯 她當時就本能的拒絕了 沒過幾天這個小莉就接到了解雇通知 這個詹主任還跟她講了被解雇的理由 他說工作慢一點不要緊還可以學習 但是不領會領導的意圖 不按照領導的指示去做 那就只能炒你猶豫了 這個領導的意圖是什麼呢?很明顯 二十來歲的小姑娘小莉都明白得很 那就是先約飯再約炮 你要是不覆約那就是不接受領導的指導 那就是要炒魷魚的 後來小莉就把這件事情在網上給曝光了 然後就引起了很多網友的圍觀 產生了一些社會壓力 以至於後來成都一大醫院的這個院長 崔院長他就不得不出來說話了 他怎麼說的呢?他說在我們醫院請員工吃飯 這是領導的職責 咱們就不得不服這個崔院長 明明是上司要遣規則女下屬 到了他嘴裡就成了旅行領導職責了 明明是一件充滿了受性情欲的這麼一件下流式 讓他這麼一說還挺人性化的 我就想問問這個崔院長 你們醫院的章程哪一條規定了 領導要有請下屬吃飯的職責? 醫院有那麼多的男醫生男護士 你們都請過他們嗎? 醫院還有很多的搞衛生的大爺大媽 你們有沒有對他們履行過這個職責? 如果僅僅是找那些年輕漂亮的女護士去履行職責 這明擺著就是要耍流氓嘛 個別的領導耍流氓還不可怕 最怕的就是領導抱團耍流氓,互相包庇 崔院長大家想想他為什麼要包庇這個詹主任呢? 很簡單就是因為他自己跟詹主任是同一類的貨色 如果詹主任因為這個流氓行為下台了 那他自己也覺得不安全,所以說他們要互相保護 成都一大醫院的這個事情在中國絕對不是一個特例 只不過是因為受害人在網上曝光了 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中國潛規則是無所不在的 政府部門有、事業單位有、國營企業有 甚至是私營企業 稍微有一點規模的,裡面都有這種現象 凡是有權力存在的地方,有上下級關係的地方 就有潛規則,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些權力 他不受老百姓的監督,也沒有媒體去監督他們 從這件事情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民主自由,他絕對不是空洞的口號 沒有民主自由,不受監督的權力 他就會對每一個人形成一個威脅 威脅到大家的安全和尊嚴 尤其是那些年輕的女性,他們受到的威脅最大 所以說家裡面有女兒的人都應當反對這種制度 有些人可能說我還年輕,我沒女兒 那我問問你,有沒有老婆,有沒有女朋友 你想不想讓他們被領導吃豆腐,被領導侵犯儒利 你想不想戴綠帽子,如果不想 那就一定要站在這個制度的對立面去抗爭 有些人可能說,我只有兒子沒女兒 不怕,歡迎女上司去潛規則 但是有沒有想過,如果她的上司是男的 還是同性戀,還是基建犯,那怎麼辦呢? 所以說無論是什麼人,只要這個制度在 我們都在危險之中,所有的年輕人都在危險之中 魯迅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寫過那個狂人日記 在當中他就呼籲要救救孩子,一百年過去了 中國的孩子更危險了 因為一百多年以前那些當官的多多少少 還有一點禮異廉恥之心 現在這些當官的全部被無神論洗腦了 各個都是衣冠禽獸,這是第一件事情 上級對下級耍流氓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官員對外國耍流氓的事情 幾天以前外交部的發言人華春瑩發了一個推特 敦促美國和中國要合作,一起戰勝瘟疫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就發了一個推文回應 說合作不應當是空洞的,拿點實際行動出來 先把這個真實的數據公佈出來 再把那些尋求真相的人釋放了 華春瑩就說,說中國的言論自由得很啊 信息透明得很啊,你不信你們可以到中國來看 歡迎你們到中國來享受言論自由 你們可以隨便在大街上找人聊天,沒人管你們 這個時候另外一個美國官員叫卡爾 他就問華春瑩說能不能和九個中國人聊一下天 包括公民記者方斌李澤華,武漢的呂醫生艾芬 還有寫文章批評習近平的任志強和許志勇 這幾個人都是因為中國沒有言論自由 要不就是被抓了,要不就是被軟禁了 這位卡爾就把華春瑩怼得兩天沒敢回帖子 昨天呢,華春瑩終於說了,終於回帖了 他說啊,卡爾他列出了幾個他想對話的中國人的名字 我們歡迎你到武漢去向那個英雄的城市致敬 但是不要假裝是偵探,武漢的成功是現實的,不是虛構的 這是什麼邏輯嗎?人家卡爾他說的是言論自由 要求的是你們釋放這些因言獲罪的人 這跟武漢是不是英雄城市有半毛錢的關係嗎? 這跟武漢成不成功有半毛錢的關係嗎? 難道武漢很了不起 你中國就有權力關押公民記者 難道中國的疫情緩解了一點 就可以理直氣壯的去迫害知識分子? 這是什麼邏輯呢?這哪裡是在辯論呢? 辯論就是雙方講道理 現在是人家想跟你講道理,你卻跟人家耍流氓 當然了,這個外交部耍流氓,這話存音不是首創 可以說是由來已久,上行下效 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幾年之前曾經在加拿大 跟加拿大官員一起舉辦一個記者招待會 就公開耍流氓,當時有一個記者就問加拿大的一個官員 說中國人權狀況比較差 加拿大是不是應當跟他們保持一點距離 調整一下跟他們的關係 王毅一聽,當場就發飆了 他說中國人權狀況好不好,只有中國人民有發言權 你沒有,他又質問那個記者,說你去過中國嗎? 你知不知道保護人權是寫進中國憲法的? 你知不知道中國我們已經幫6億人脫離了貧困 你知不知道現在中國的GDP高達8000美金? 後來有個網友就寫了一個段子諷刺王毅 說是張三問李氏,說我每天聽到你們家裡面 女人小孩的哭爹喊娘的,是不是你在搞家暴啊? 李氏就回答說,我有沒有家暴?我老婆孩子最清楚啊? 你沒有發言權啊?張三又問,你到底有沒有打他們嗎? 李氏就回答說,保護老婆孩子是寫進我張家的家規的 李家的家規的 張三又問了,你直接告訴我有沒有打老婆孩子? 李氏回答說,你知道他們倆倆過去根本吃不飽飯 現在每天可以吃兩個白麵饅頭了 張三就有點失去耐性了 說你直接回答,打了還是沒打?李氏就說 我家人均收入已經高達8000塊錢了 你提這種問題就是充滿了對我家的偏見和傲慢 這個段子真是很生動的,而且很客觀的 把王毅的流氓本色展示得清清楚楚 在王毅的領導之下,外交部現在已經成了流氓的展覽館了 比較出名的有發言人趙立堅耿爽 還有駐英國大使劉曉明,還有駐瑞典大使貴崇友 還有駐美國大使崔天凱,現在還有華春瑩 一說起流氓,大家印象中好像都是指的是男人 因為女人一般來說臉皮都比較薄 攻擊性不那麼強,天性就不適合當流氓 但是在中共的調教之下 有一些女人就失去了這些美好的天性了 跟男的流氓相比起來一點都不遜色 華春瑩就是個例子 那麼這些女流氓到底是怎麼練成的呢? 我以前跟大家說過,我有個北京的朋友 他對中共是非常的了解的,他自己也是體制內的 他說他認識的官員裡面幾乎沒有一個不潛規則女下屬的 這種潛規則不僅不會受到組織的懲罰 而且受到鼓勵,這種潛規則實際上是對於女幹部的一種培訓 經過這種培訓,女幹部的人性就慢慢消失了 黨性就逐步提升了 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們還是半推半就 但是到了後來就主動現身了 中共的女幹部基本上都是日後提拔 因為他們為了這個權力出賣了肉體之後 他們就會非常的珍惜這個權力 就會非常的賣力的維護這個制度 而且呢,羞恥心理一旦就沒了 耍起流氓來就是毫無顧忌的 不僅僅是生活上耍流氓 而且是在政治上耍流氓 不僅僅是個人耍流氓 還要代表國家在世界上去耍流氓 個人在生活上面耍個流氓 那麼一次你只能害一個人 最多也就害幾個人 但是要是在政治上耍流氓 代表國家去耍流氓 那一次就可以傷害整個國家的人 就拿這一次外交部的這些人 華春瑩還有本爽還有趙立堅 他們這些人的一系列的言行 他就讓全世界都看到了 中國政府有多荒唐有多無恥 最後的結果就是全世界要遠離中國 要孤立中國甚至是要制裁中國 那現在呢,形勢正在朝著這個方向走 那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會被中共連累 都會跟著遭殃 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呢,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就是中國公民現在回自己的國家 居然要用偷渡的方法 居然要冒著被打死的危險 因為中共不想讓中國人回國了 加拿大這邊有很多小留學生 他們都收到了當地的這個使領館的小包裹 裡面有幾片口罩 還有一小瓶的這個洗手葉 還有一封信 信的內容就是告訴大家 就留在加拿大,不要回去給祖國添亂了 用這麼幾片口罩一小瓶洗手葉 就把一個公民的回國的權利給否定了,給剝奪了 加拿大的華僑還不算是最慘的 因為在這邊多多少少還是受到加拿大政府的一些關照 俄羅斯那邊的中國人那才叫慘 因為那邊的排華比較嚴重 很多中國人感到不安全就想回國 但是他們沒想到中共居然不讓他們回去 這邊更不安全,在俄羅斯有幾十萬華人 中國人呢,中國這邊一天只接受幾百人回來 那麼其他的很多人就只能是想著要偷渡了 以前只是從中國偷渡到國外 現在回國也要偷渡了 而且偷渡回國的危險比偷渡出國的危險還要大 黑龍江有個密山寺,那邊是中俄邊境 那邊輸了一些告示牌上面寫著 越界就抓捕,抓到就判刑 逃跑就開槍,反抗就擊斃 黑龍江省政府也發了一個重要的通知 懸賞捉拿那些私自回國的人 提供線索的可以講三千人民幣 捉拿歸案的可以講五千人民幣 現在全世界各國都在敦促自己的公民趕快回國 只有中共反其道而行之,他們拒絕本國公民回國 因為在他們眼裡面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公民 需要你的時候你就是韭菜,割了一茶又一茶 不需要你的時候你連韭菜不是,就是雜草 就是被剷除的對象 經過這一次的瘟疫之後 我相信稍微有一點常識的稍微有一點理智的人 都應當認清楚了,中共的這個本來面目 如果是還有人繼續願意充當小粉紅、充當自甘武 那麼你們被中共奴役、被中共害死 就真的一點都不值得同情了 第四件事情就是中共現在正在策劃一個非常邪惡的大事情 而且現在已經開始實施準備了 所以需要大家特別的關注 前兩天有一個推友叫周玉田 他就爆料說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局已經發布了一個文件 要求各地沒收公民的護照 而且是在全國範圍內要逐步實施這個政策 實際上兩年之前他們就已經開始沒收一些幹部的護照 現在是要把這個範圍擴大到普通的老百姓裡面 我去找了一下北京的朋友去了解了一下 他們說這個消息是真實的,不僅僅要沒收護照 而且還有一個配套的政策 就是要求每一個人都要匯報自己的海外關係 有沒有配偶和子女加入了外國國籍,有沒有外國的居留權 中共他是想要掌握每一個人的海外關係 這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個做法 因為那個時候中共在全世界只有很少幾個盟友 全世界其他的大部分國家都是他的敵人 所以說他需要防止老百姓跟外面接觸,要防止理通外國 現在看起來習近平也在學習這一招 看起來他也是下定決心要和全世界為敵了 至少是要和西方民主國家要對折幹了 在4月上旬的時候習近平曾經做出一個所謂的重要指示 要中共要做好長期應對不利的外部環境的準備 這一次沒收護照,調查海外關係 應該就是對不利外部環境的準備的具體措施 接下來肯定還會有一系列的措施 他的最後的目標就是閉關鎖國,建立起朝鮮式的集權政治 我們全民共政團隊的原鄉居士在2014年的時候就告訴過我 說習近平他會學北韓,到18年貿易戰開始以後 我們團隊就通過一系列的視頻和其他的文宣材料告訴大家 中共政權的這個意圖 有很多朋友對此還表示懷疑現在局勢是越來越明朗了 各位設想一下,如果你是處在習近平的位置 和他一樣喜歡大權獨攬 又和他一樣不顧老百姓的死活 那你是不是很羨慕金正恩呢? 因為金正恩在國內他是完全掌握所有人的生殺欲奪的大權 沒有人可以挑戰他,甚至沒有人敢議論他 這種權力而且還可以世世代代傳下去 而且全世界還都拿他沒辦法 那現在中共的武力值比北韓強多了 中共的土地面積人口也都比北韓多多了 那習近平要是建立了一個北韓式的政權 那全世界就更拿他沒辦法了 所以說習近平當局的最高的目標就是把中國變成北韓 而這次瘟疫就給他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時機 我在1月24號的那期視頻裡面就論述過這個問題 說這次瘟疫是習近平當局故意製造的 他不怕中國亂,他只要全世界跟著亂就行了 他是學毛澤東,他認為只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智 所謂的大智就是建立起絕對的極權 每個人都服服帖帖,他就大智了 這個最後動手的時刻現在看起來非常接近了 當然並不是說習近平他能夠心想就事成 中國會不會走到那種黑暗的地步 那還要看體制內外的各種力量 和國際社會的各種力量的角力 到底最後入死隨手,現在還說不準 現在體制內有人在策劃政變兵變 雖然他們也不是什麼好人,但是呢 大家我覺得還是應當支持 因為中共如果是鐵板一塊 那是很難打倒他們的 中共內鬥會削弱中共的力量 內鬥會給民間反抗力量創造一個機會 也會給國際社會的介入製造一些條件 因此希望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定要支持他們 但是又不能夠說支持他們就算了 支持他們大家一定要明白 絕對不能夠光靠中共的內鬥 要想實現民主還必須得民間的力量崛起 還必須得全民上街,必須得顏色革命 只有真正的中國有新的民主力量崛起了 最後民主自由才能夠變為現實 現在正義和邪惡的決戰很快就要到了 到底是我們全國老百姓今後幾十年都做習近平的努力 還是把習近平關進籠子,徹底的結束專制 就在今後半年一年之內就可以見到非小 所以說希望大家特別的關注,特別的努力 在這一段時間大家一定要一定要警醒 一定要見到機會,馬上就要出動 民變兵變政變一起動手,中國才有希望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有明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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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